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说到日本又国仇家恨了 然后这两队都说自己要进四强 然后大家都笑了 但是我想提醒一点 要不是这两队现在打得这么好 以后中国队要进世界杯的机会还更少了 因为本来这个世界杯 你知道他是分州的 亚洲 欧洲 南美 北美这样打法 那他留给亚洲的名额是四个半席次 那本来世界主席在商量的就是说 亚洲好像踢的不不怎么样 要减少我们席次 如果亚洲减了席次 中国对将来要进去更没希望 但现在全靠日韩打好了 打进了16强 保住名额 而且甚至将来还加名额 中国才有机会 所以咱们真是得感谢人家 韩国和日本 真的 仇人家 这次他们说韦迪 第一次世界杯观摩归来 也是发表感想 说是我们要向英国学习 向巴西学习 向德国学习 但是我们不会模仿任何一支球队 所以我们要提出中国自己的风格 听说听他说完这个话之后 马洛多娜笑了 幸亏没提阿根廷 就是欺负过你们 还学习不死你们 对对对 这个日本你也有点见闻吧 我实际上是 我有去过日本玩 然后但我去的是 他很乡村的 是和歌山 和歌山县就是保持他很民族的地方 实际上你说 我觉得中国特别像我80后 然后对日本应该是两种态度 就是一方面 你有国愁假恨 你那个情绪上来以后 你会很讨厌他 但另一方面呢 你又从小接受他很多的文化 就比如说 我说到足球 那肯定有很多人都看过足球小子 对吧 这个动画片 我都没看过 你有他的话题 足球小子什么路子 你没看过 我哪看那干嘛 你怎么可能没看过 我看足球小姑娘行吗 我别看足球 我看足球宝贝行吗 我觉得足球小子影响了 你都看过啊文豪 你很变态吗 我是朝鲜来的 我朝鲜来的 朝鲜来的 你接说 就是我说嘛 因为我喜欢篮球 我看日本动画片 就是冠了高手 对吧 那从足球小子里 你看出日本足球的什么风格 害我足球小子的话 我就是 我因为不喜欢足球 也没看足球小子 我只是就是说 我知道我周围很多人很喜欢这个 所以你说对日本的感觉是两条线吗 一种爱恨交织 爱恨交织 他确实是表现这个 可是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你说这朝鲜 这个什么朝鲜小子 足球小子 他拿来加到他名字前头 就所有球星都爱看 而且我觉得日本有趣 这20年前 他们出这个漫画的时候 20多年前 就一直想像日本将来 要怎么样打 怎么样好 怎么样好 那时候大家的笑话是日本一赢 结果这回打成这样子呢 很多日本人觉得 你看我们20年前做的梦 我们梦到了 哎呀 而且呢 我觉得像我们也得说一下 我们朝鲜来的人呢 也认为你们应该感谢一下朝鲜嘛 对吗 朝鲜也是世界杯出现的名额 对对对对 而且今天晚上你知道吗 朝鲜还有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球星郑大士 他现在的备战情况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郑大士现在正在积极备战 哈哈哈哈 这 真是 你看这个网友啊 把郑大士塑造的悲情英雄 这是PS过的吗 PS当然 来看看下一张 朝鲜 我跟你说 记住这句话 像保卫祖国大门一样 首度秋门 我跟你讲 闻到 这个在那天 就是葡萄牙 七比零 大朝鲜 那天晚上 平壤 万人空巷 那是这个国家呀 第一次这个解禁 就是说直播这个世界杯球赛 然后呢 在平壤的一家人 李明日的一家人 等在那就看 心情格外不一样 因为他的兄弟 李明博呀 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谢谢大家